讲的这个胞体呢叫核糖体 我们前面其实不断的出现它 粗糙型在转上因为有它才叫粗糙型 它的功能叫做RNA到核糖体转移出蛋白质 它是转移出蛋白质也就是合成蛋白质 它没有膜它叫非膜状胞气 它成颗粒状负责转移合成出蛋白质 它的成分是RNA加蛋白质跟核人一样 所以核人跟核糖体都是RNA加蛋白质 染色体是DNA加蛋白质 那有些附着在内脂肪表面 使得这个内脂肪变成粗糙型内脂肪 有些是游离型在细胞质飘一飘去的 叫游离型核糖体 这些我们等一下会讲 最后跟大家讲下面 它会出现在粒线体的液液体当中 因为这两个是细菌 它没有它们自己的核糖体 是细菌的核糖体 所以这两个胞器叫半自主胞器 可自行转入转移出一部分所需的蛋白质 好 最后看下面这两个示意图 两个构造是什么 画面左边这叫大次章位 画面右边这叫小次章位 这是核糖体的元件 大次章位跟小次章位 大的subunit跟小的subunit 两个合在一起 就形成完整的核糖体 所以大小次章位会形成核糖体 而大次章位本身包含了RNA加蛋白质 小次章位本身也包含了RNA加蛋白质 所以大小次章位都包含了RNA加蛋白质 它们组装起来的核糖体 当然也包含了RNA加蛋白质 只是大次章位跟小次章位哪来的 各位 核人 所以现在把它讲清楚 核人制造了大次章位 及小次章位 而大小次章位做好之后 会透过核孔离开进入细胞时 在细胞质内才会组装成核糖体 在细胞质内才会组装成核糖体 那大小次章位是核人做的 所以大次章位包含了RNA加蛋白质做成分 小次章位也是 所以核人就包含了RNA加蛋白质 它们的分子成分是一样的 好 这讲到这里 好 那请大家还注意一件事 因为有班同学问了 我发现有人会误会 大次章位有RNA加蛋白质 小次章位有RNA加蛋白质 这是他们的成分 他们会去找另外的RNA 去转移出另外的蛋白 所以不是拿自己的蛋白质去做蛋白质 也不是拿身上的RNA去做出蛋白质 他们本身是含有蛋白质跟RNA 再去抓住另外一个RNA 做出另外一个蛋白质 所以工人本身有RNA的蛋白质 然后他拿另外一个RNA做出新的蛋白质 并不是拿自己身上的RNA 去转移出蛋白质 这个之后我们在第二章讲 遗传时会好好讲 我们今天就简单的先掠移到这边 好 这边有个小疑问 让我理解一下 各位有没有发现核糖体的糖 是用米字边的糖 为什么 米字边的糖代表 专子谋特定的一种糖 核糖体包含RNA加蛋白质 其中它的RNA 是不是叫做核糖核酸 它是不是含有核糖 所以核糖体它的成分含有核糖 不是去氧核糖 那核糖是不是某一种糖 那当然用核糖米字边的糖 因为核糖体里面只有核糖 没有去氧核糖 所以是指某一种糖 所以核糖体是RNA构成的 RNA是由去氧核甘酸构成的 不去氧核甘酸构成的 所以RNA是不去氧核甘酸 就是核糖核甘酸构成的 是含核糖 不含去氧核糖 所以核糖体只有一种糖 叫核糖 所以当然是用核糖的米字边糖 来命名的 它只有一种糖 以上就是核糖体的糖 为什么就是米字边这样子的解释 原因的解释